大家好 又是《向左望》的節目時間 今天錄影的日期是9月9日 我們講少說新歷重九 當然我講重九一定講到登高或數目 所以我想時到九月 對於現在香港的政治形勢 政局各方面都是時候 拜山要講清講楚 首先我先做一個國民教育 在45年前的今日 中國發生了一個滑時代的事件 就是毛澤東瓜柴 那天亦是中秋節翌日 因為那時我都不記得那些假期 我跟朋友去游完水 出到銅鑼灣見到人圍著拍攝 我已經知道他拍過是瓜柴 國情教育 這個亦都講了一個問題 就是老毛在生前花了這麼多精力 去搞個人崇拜 只不過是過了45年而已 今天他的死記 就已經沒有人記了 就已經沒有人記了 當然他的生日 12月26日是假期來的 但是不是為他放 是為耶穌放 所以其實很奇怪的 就是一個人 你這個 即是 怎樣說 即是這個 機關算盡 打算永遠不落的紅太陽 今天就已經落了 現在沒有人提毛澤東 因為毛澤東 固然 在大陸還有些左派 說毛澤東 中共也不夠膽 政識 即是先編它 但現在已經當它是一個類罪 即是直接不提 你想想 即是 中共建黨90年 前30 即是大約用30來分 前30 就是很輝煌 由1921年到1951年 奪權 由1951年到1981年 都沒有怎樣說 因為有毛澤東在中間 即是整個的 中共官僚系統裏面的腐敗 那種 內鬥傾 這個內鬥 即是一攬無為 由毛澤東這個暴君 所以他就只講後30 1981到2011 這個題外話 但是 毛澤東的陰魂 他還在 就是講回 最近所謂的 暴力事件 小弟就是其中一個被人指責的人 大家看看 現在已經過了一個星期 今天信報 在信報賣廣告 我以為他在文匯賣 文匯賣不用錢 我就覺得不出席 在信報賣 不知道是不是以赤雞給個折頭去 還有一版就是這樣的 就是叫做自全港市民的公開訊 即是在罵我 大家留意 這個就是警察 我看不到 這位老人家 似乎是受害者 這位是警察 為何 他用這幅圖呢 因為他們沒有收封 我沒有辦法揭露了 其實這件事是甚麼呢 就是兩個警察去勸老人家 不要再 再打我 是的 因為當日我入了去之後 就走了去林上十尺附近 就叫他下台 我就說不要這個 假之詩 不要這個替死機制 就叫他下台 這兩位 這兩位 這隻手和這位 就是警察來 就推下了我 便衣警察 是便衣警察 其實很容易識別 很容易識別 這兩位 這應該是群眾 這個就是衝下來想打我的人 這個就是衝下來打我的人 我已經知道他的身份 起底 起底 這位也是 這位女士我就不敢斷定 還有一件事 陳柏玉再說 還未講完 還有 第二幅圖 還有一件事 這幅圖是由客戶提供的 不是我們生安伯做的 是由客戶提供 即是他們提供的 這位阿伯 正說這位阿伯 正說在這幅圖裏面 被警察 被警察 推的那位阿伯 就是困住我 很清楚 這位阿伯就是困住我 很清楚 這位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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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住我 就是正說我顯示那幅圖的 那位阿伯 即是被一位年青人壓住那位阿伯 這位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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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就在後面 這位是那些警察 擦我頸 將我擦下的時候的情況 即是警察擦下我 那位阿伯就在後面抽水 這位阿伯已經衝上來了 這位阿伯 這位阿伯也是他那些人 好 那他們打我 其實當時是什麽事呢 就是這三位警察擦下我 這位警察擦下我之後 我就攤了一張椅子上 他就叫梁先生冷靜點 那我很冷靜 我現在很冷靜 但後面有人打我 他就立即走去 還是這張 就立即走去制止他 這位就立即制止他 好 不要緊 我慢慢釘上網 他做完之後 有線就將這個過程 映了出來 就說 示威者衝上去觀眾席 那裏跟人發生衝突 主動衝上去 我即時已經 因為那晚我給我爺爺 晚上回家 凌晨兩點鐘提到 我就打了 三個短訊給有線記者 一個就是林妙欣 一個就是姓黃的女記者 現在原來他已經沒有做了 那一位就是我認識的盧敬華先生 然後林妙欣第二天就說 收到 不好意思 他晚上睡覺我不會怪他 凌晨 不過他說我們沒有得更正 因為我們不用那段片 即是不肯更正 不肯更正 所以到現在 那些人都以為那個鏡頭真是衝上去 話說有一班人去示威 這班人去示威 又是那些甚麼聯會 這叫做油尖旺社團聯會 打我那三個人就在這 這位都是 我們連他名字都知道 這位叫陳軒舟先生 他說陳軒舟做甚麼 就是在藍田的平田村裏面 有一個團體是由左派搞的 即是由共產黨搞的 這樣就 李副總理就剛去那個訪問 即是安排了一個訪問 這班人很明顯 是共產黨給錢的 即是跟他們友好的 他就說要嚴懲我 他打我那些不算 我現在就問了 人人口口聲聲說要嚴懲我的人 是否要嚴懲這班人 他現在真是夠膽 由藍田走到出去 參加他的油尖旺社團聯會 我不知道他有甚麼關係 所以你說共產黨搞的事 真是穿了崩 如果劉剛說要譴責 我一定會拿出來 就在立法會那裡 其實 這只是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的例 就是傳媒 我們講的故事 他永遠都不會出的 我都一樣是好像這樣 向我們顯示的 這個電線也不會出的 他錯了一次 然後又在他那裏拿出來的 說給他聽 他錯的人都在那裏 他都不會做更正 你說香港的傳媒怎麽搞呢 當他被人壓制時 就鬼殺那麼吵 他自己有料 又不敢出聲 因為我們弱勢 他罵政府罵得這麽厲害 他便乘機倒下協 就是幫手罵我 小華達幫我 很簡單 其實這個都不是很重要的 我當日有一次 就和王國健 應該是剛剛事發之後 第二天早在做節目 那王國健是工聯會 第一次 那他就說 哦 你用暴力 我說 王先生 用暴力 是不是暴力 首先要介定 我首先講 周庸和 另外一位梁家榮講的暴力 我稍後再講 現在這位王國健先生 是工聯會 出身的一個功能團體 就是小燕子選舉的議員 我問他我說 王先生 暴力 我不跟你介定 什麽叫暴力 暫時 我認為那天那些是暴力 即是我們衝進去 之後用的是暴力 我說 暴力當然要 如果說我們 你指責人家行使暴力 當然是 即是說他有系統那樣用 有心那樣用 我說 在六七年暴動的時候 工聯會 參加的鬥委會 有這個暴力的主張 有暴力的組織 有暴力的計劃 執行暗殺隊 殺了林彬 我問這些是什麽來的 你顯不顯責 你不要說一件還一件 我說這樣說第二件 那六四呢 六四的那些是否暴力 即是派件軍隊用搭武彈去打群眾 手無寸鐵的群眾 群眾當日 共產黨說他們是使用暴力 當然可能有人是 基於義憤會和暴力 但他會不會是暴力的 帶上槍 平時接受訓練的 有武器的 有作戰計劃的 是執行戒嚴令的 是否很清楚 使用暴力的一方一定是有計劃 有組織 有綱領 有系統 有訓練 有武器 這樣才是一種制度性的暴力 你現在說到我們蓄意使用暴力 我想請教你 請警方來搜我們辦公室 何時有一個暴力 有一個叫暗殺組 有一個叫作戰部 有多少武器 有多少訓練 有哪個計劃 沒有 我們是自發的 所以是無法說的 很簡單 你說暴力 有些人是使用暴力的 他未必經常使用 是國家機器 軍隊警察 是吧 最顯然的 其他那些不要計 軍隊警察 很簡單 你說我們 你入去 內部阻塗別人發表言論 第一 我都不跟你算 你的諮詢 就是暗中派票給那些 好像阿伯伯 城車就是城車 預線設定 我不要計 這是假諮詢 我們當日為何會這樣 就是因為既然我們已經拿了大部份的票 我們就在外面輪 輪到這個6點 它是5點鐘 添水輪進去 我們5點鐘在門口示威 我們5點多開始走上去 我就排44手 後面還有無數人 我應該是100多左右 到6點5都是做了4個的後補 裏面有28個位 有說過有吉位 林述良還在說 現在他收回聲 他說我叫過梁國雄議員進來 他特意不進來要暴力衝擊 阿哥你做了局長 你只是擦我鞋子 只是說梁議員你進來 我給他特權你 如果你知道外面群情洶湧 叫得我進去 你會不會想到120人 群情洶湧 你會不會想到 叫外面的工作人員疏導我們 宣布有多少位 哪些人可能已經無法 拿到醜的任務犯進去 或者他有沒有考慮過 說有第三場 即時跟我們登記 是否很簡單的道理 這個林衰倫的暴力就厲害了 最初拿一個方案出來 剝奪我們的補選權 跟著告訴大家不用諮詢 這班補王黨 有附和他用這種政治暴力 剝奪我們的頭部權 現在我們二十多萬人出來 後來他又說要諮詢 諮詢兩場 第一場已經罵大家 第二場搞成這樣 他都說不用了 兩場就夠了 第三場不用了 這是甚麼來的 這些不是權力的暴力是甚麼 他說就算你吵犬包斃 這是我們的諮詢夠的 OK 好了 又或者反轉頭來說 你這樣去剝奪我們的 我們的 補選投票權 如果我們示威 在路上行 你不讓我們行 我們一行前 又是暴力 一多數人都這樣說 如果要拘捕人 要打人 要壓低一些人 要驅散一些人 那些人就是警察 或者防暴隊 那些就是有組織 有計劃 有訓練 有武器的人 那些才是一種暴力的團體 簡直我們稱為國家機器 的鎮壓 國家機器裏面的一個鎮壓的機器 香港人很多都覺得警察不是暴力 政府不是暴力 而社民連是暴力 長坡是暴力 過中市民的滲透 或者態度 你覺得 很簡單 你舉個例子 如果現在派六千元 大家都開心 有些人開心 有些人不開心 如果當日他硬要派六千元 到基金佬 那裡 如果大家反對他示威 他不管你 在街上的政策 或者你不理他 衝上特首府示威 他又說你就要行使暴力 不過 雖然間有幾千個 專門以行使暴力 去阻止他人 去維護政府的人 他不是叫暴力 因為 大家覺得 現在這個社會現有的事 是不能動搖 一動搖他 就是不對 動搖他而使用力 使用群眾的力量也好 行動使用肢體的力 來推開一些東西 這樣也叫暴力 就是這樣 而政惑的 有暴力 有一個暴力團體 去保證他能夠施行的 你的苛政就不是暴力 你如果香港人是這樣的 老實說還紀念什麼孫中山 你這個漢族人都輸了給滿族人 滿族人統治了二百多年 又被你漢族人做官 是不是 他都是割釀香港 割釀了些少少省份 你為何要推翻他 為何你為拘除達老 你輸了 是不是 是 那你為何要暴力 你孫中山 那華盛頓 又為何要打仗呢 茶葉黨的Tea Party 是不是瘋了 我講以前那個 不是講現在那個 為何要這樣呢 人家抽稅而已 人家不讓你喝茶 有錢便喝 沒錢便沒喝 為何要倒茶到海 為何要搞事呢 為何要搞事呢 是不是 花式的監獄都混了那麼久 為何要攻打他 攻打他那時他只有七個人 幾千個人 那時你不在攻打你 是不是有心搞事呢 你這個 是不是 人家三級議會 說皇帝說了 你們自己各有各開 是不是 開完之後 這個 貴族少些 平民最少 曾女和皇室都化了他 是不是 就是這樣做的 你又說不等得 又說要自己開了當事 是不是 你為何要這樣做呢 你這些法國人 為何要用暴力呢 你這間遊戲規則玩 你香港人很厲害 就說你這麽難 你都有遊戲規則 你可以玩到 你為何要推倒他呢 就是有些香港人的動法 我也不知道 孫生先生做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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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生是一個十個不惜的人 自己在幕後籌錢 他現在就說我躲在幕後 自己在幕後籌錢 是不是 這個王興就每次去打 那你十次起義做什麽 第一次起義不到 你都知道不行 是不是 本清政府對你們這麽好 是不是 都沒有殺了你的漢人 就是這樣做你 日本人都是的 喂 他佔領了你 又沒有殺了你的漢人 一件有規矩的 是不是 他都是很有規矩的 他拿了些錢給你軍票 因為賣得東西 是不是 就是這樣一個道理 中國人 中國人 香港人 香港人 或者中國人 接受這麽 倫理太久 凡是 存在到哪裏 合理 凡是已經建立了的秩序 哪裏合理 如果這個秩序 他向前下一步再押制 你多些時候 一出幾句聲音 就已經是黃欣大色 給你出聲 你出聲便可以 出聲之後 別人會考慮 給你出聲 還想怎樣 五十萬人上街示威都給你 這樣搞定 這是此其一 第二個 我覺得很多民主派 真是很搞笑 立刻一齊譴責我們 使用暴力 你先搞清楚這件事 這是第一 第二 就算是我不對 現在很多人就說 長毛有用無謀 將一張牌 打給曾偉紅 我覺得這種說法 非常之悲良 你們這麽有勇有謀 李克強副總 你來的時候做過什麽 你的車在哪裏 如果你的車不經過 不是去示威 不是在野去示威 他會不會拿你的車 何俊仁 車都不知去哪裏 因為你去其他地方吃飯 是不是 如果不是整天問完 跟那些學生去示威 或是支聯會去示威 他會去村崩嗎 他找幾千人圍著 沒有人去示威 如果 老實講講這番話 都不覺得面紅 阿哥 人家是一個藍田的居民 見到這樣都機不可失出來換衣 想去表達自己的意見 民主黨做過什麽 就是不做事 應該不會錯 即是打球一樣 那球在自己的半場 當然很難失球 因為你自己的半場 有11個人 真的很難失球 是不是 他講話 好了 都不要計筆了 現在七春期已經結束了 那我問你民主黨做過什麽 是不是 我又錯了 那我真是很抱歉 我打一張牌給曾偉雄 那你做過什麽 那你當然打完 一輩子都不打那隻牌 沒有人上到來碰到你 阿哥 當然不會出寵 阿哥 是不是 完了 那支春期 好像五區公投那時候 你為了關鍵的二十票來淘汰人 那你今天用什麽說詞 如果你阻止不了他 通過機制 你是不是跳海自殺 不過民主黨一定不會 因為民主黨都杯葛五區公投 不會的 老實說民主黨有什麽好說 你給三日 全香港人 諮詢香港人 給香港人 去看看你和共產黨 妥協 人家現在林遂林 知錯人那些給你兩個月 是不是 沒有搞 所以我覺得香港的民主派 真是 道德勇氣真的沒有了 那你做過什麽 就是由李克強來 民主黨做過什麽 就去吃飯 願給別人有個乞衣人在後面 看著他吃飯 那你不要去吃了 吃得這麽辛苦 我上一天去示威 是不是 阿哥 所以我覺得 香港的泛民主派 老實說 你自己回去想想 你做過什麽 做過什麽 是原本是對的 那個人跟著你去做 而做了一件錯的 令到大局 是逆轉 因為你很對 但我不聽你說 所以我做了另一件事 麻煩你教我一件事 我很想請教 各位泛民的大哥大姐大 你做了什麽 是其他人跟著你去 就可以成功 而長毛就做了另一件事 拉了人去做一件錯的事 他打算成功嗎 他打算氣 所以其實 跟著第二個問題 他到今日都不敢說 一個初政 依賴 好像警察那樣的國家機器 鎮壓機器 去推行 對香港人 無論是 民生 政治權利 言論自由的壓制 這些壓制是可以反對的 我們不是分分鐘使用力 但用力的人是有原因的 如果這樣的時候 八九民就錯了 喂 中共中央告訴你 是不准出街遊行示威的 你胡耀邦死了 你二十萬人在外面 二十萬人去祭胡耀邦 你怎麽跪在這裏 要進去 是否搞事 跪完不來 你又說要追究 跟著你又要示威 又搞新華門 在新華門示威 公安幹警要維持 去打你 你出什麽聲 香港人出什麽聲 他又是要抵打的 這裏禁地了 推公安做什麽 427遊行你做什麽 人家說 必須歧視鮮明地 反對動亂 都未說你 說一下 你又去示威 說了不准的了 叫了公安門口 大學門口叫你不要出去 你不可以衝我出去 又回到頭 叫你同學出去 不可以死了 叫你不要在三角地集會 搞什麽高自聯 有學生會你又不用 根據學生會諮詢便可以 那些學生會代表你北京大學 你又怎麽搞另一檔 是吧 要跟他這樣 我都想不到他們為什麽去支持 八九文明的學生 是公民抗民 那些公學學生不用 用手去推那些警察 那些警察自動要讓開 是吧 六四你掛著天安門做什麽 你要去巴雅嗎 政府的 你要絕食的自由 人家都要走天安門的自由 驅散你不對嗎 張文光你搞就教我 你教書這麽厲害 是嗎 你叫張文光 為什麽支持六四 何柱仁你支持什麽 就是湯家驊 你支持什麽 你知不知什麽叫六四 到底 是不是跟別人說 人家說六四就六四 這班人 什麽是人來的 是吧 如果好像他們這樣 就像師傭說 那當然不會發生事了 因為永遠都不會打牌 哪有人上牌 哪有人上牌 哪有人碰牌 哪有人食糊 哪有人石頭 43分鐘 就只記住 放在禁區那裏 45分鐘都不開過 哪有人敕北 哪有人敕北 是沒有可能敕北 是吧 人家說你快點開西方 那先開西方 不要再搞亂局 我們先贏一比零 都不要開西方 就是這樣的思維 我覺得講公民教育 講國民教育 想事情有方法 就算我真的錯了 今天應該殺了他 明天聽我出五門斬首 你現在 法民主席要告訴我 你怎樣去反對那個機制 你是否有場帽反對不到 因為他做錯了 又賴你 整件事很簡單 李克強來的時候 你做過甚麼 為何你連一個學生 或者一個建議勇為的市民 都不及得 人家是千方百計的表達 那你中國是甚麼 那時候在哪裏呢 有沒有人查 因為現在李克強事件 曾偉紅很嚴重 你長毛現在做了一件事 又給他一件事 根本第一是曾經錯誤 第二我問你 為何曾偉紅會穿崩 是因為你們會令他穿崩 如果沒有人示威 那些記者不會幫他阻擋 因為沒有東西要拍 真是沒有意思 所以我覺得 其實有一個問題 就是民主派的問題 民主可以等 好似何俊仁 我最近看的一本書 香港人不想作犯 所以我們被迫要等 一會兒 如果我們跟他談 一個良性互動 就有一個路徑依賴的理論 他自不然要給民主我們 不能回頭 如果我們現在有一個超級區議員 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 其實那些有民意基礎的 那五國人 就算是保守派 選了之後他都會轉變的 現在我們多了五席 即是等於五席的公能團體 區議會選出來的 所謂超級區議員的立法會議員 會自動傾向民主 即是等於四十比三十 有病 聽不明白他所謂 即是不由辭主 很簡單問你 現在是2012年 2016他真的有多少席 因為2020 就要實行全面立法會選舉 這個特首加到1200 何時加到全部呢 他們全部都要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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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打得好 那場球 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半場了 不過何時要踏球呢 他們說已經贏了 在認識英明的底下 所以我覺得整個問題就是 他們不明白 不只是民主踏不到 你可以等的 是香港社會內部的矛盾 由於小園子選舉 和一黨專政 而造成的這個官商勾結 金權壟斷 在香港實行的措施 令到普通人等不到 柳桂 公司追不到 社會福利跟不上 有很多政治 任何不上 是吧 這個經濟 經濟這個 經濟這個 翻盟的時候 我們就無影無蹤 是吧 經濟衰退 我們手湯其衝 這些等不到 你跟那些人說民主,我問你,泛民主黨始終碰到你的問題,除非水深火熱你都不理,你就說水深火熱那時候我做,不是,水深火熱你都沒有做,我不好意思,你令他們水深火熱,民主黨,你會怎樣,現在又去罵會怎樣,水深火熱,你反對最低工資,是不是? 什麼都你說了,一筆過撥款又是你羅志剛顯謀滑策的民主黨,你真是想你做過什麼,有什麼你真是為香港人做過,有個理論,現在等下等下,社會會越變越好,老實說,我再問一個問題,你跟民建有什麼分別? 現在沒有分別,基本上,是的,是不是,即是很簡單的道理,即是我們說民主運動,其實不是抽象地說民主,固然民主,即是在政制方面,普選權或者其他東西,我們就是要爭取,但是民主運動作為一個群眾運動,必然是要令到原本的財產和資源, 他們的分配極之不好,要重新分配。 我剛才這樣說,民主運動你的討論可以是很抽象的, 現在我看了一本書,但我是這樣看的就是,OK,你民主運動可以很理論性去說,或者很概念性去說, 但失劑,我由你80年代做到現在,你做了什麼好事先,你沒有做過好事,你告訴我,阿蘇就是說, 我已經跟中央已經搞定了,我已經跟中央搞定了,我已經談判決了,你不要再搞事, 如果你真的,你覺得你… 那個問題就是,他們那些知識份子,我看了,我最後買了一本書, 就是集了他們那個民主力量網絡,那些有份同,其實就是普選聯那些學者, 馬惡,葉建民,陳建民那些,炒炒了一碟, 你們可以說,民主運動從你們過去看,而抽象出來一個新的理論, 但問題是,不好意思,抽象,你沒有社會的脈絡,沒有社會的脈絡,沒有社會的脈絡,沒有的嗎? 你沒有共產黨的 context嗎?我現在問你,你找到什麼理由, 是可以將蘇東波發生之前的東歐和蘇聯的局勢和現在比呢? 只是說這件事,當年的共產黨,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經濟已經崩壞了, 是嗎?他切靈於西方,這個就是為什麼蘇聯在波爾巴喬夫之後, 開始談財君,開始對東歐的控制,控制不住, 因為他覺得沒有辦法再用以前的方法去做, 要讓東歐的國家和西歐的國家做生意,自然就會有鬆動, 你撤軍,你裁軍,自然就很難控制, 你告訴我有沒有這樣的,有沒有這樣的跡象? 我剛才想到一件事,我無意中看了一些資料, 其實其中一個就是,普選人裏面其中一個人的說法, 他就說,其實香港民主運動的選擇很有限, 第一,我們的選擇有限的前提就是, 第一,我們不能夠推翻共產政權, 第二,民主黨或民主運動走到這裏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 或者去到一個,一個叫做,一個叉路口, 在這個情況之下,再加上有一個所謂政治機會出現, 就是中聯辦,上面肯跟他談,找人來談談, 所以他覺得這是一個有限選擇,不能改變 這個跟民主運動一樣,我那時競選問劉江華, 我說你們的立場怎樣,0708普選,2012相普選你怎樣, 我說我們跟中共,我說說得好, 我說你怎知道中共是永遠萬世長全, 如果它沒有了那怎麼辦,其實你問民主黨也可以, 如果你說共產黨是永遠不變的, 當然它講法是對的,一定那個人要臣服於暴政, 那你搞資源不可以做甚麼, 不簡單, 我們當然不能說越左代牌, 我們在推翻中共的統治, 但我們要想到一件事, 共產黨第一,不是永遠萬世長全, 香港的角色,在香港搞的本土民運, 是會影響大陸的群眾的, 相反來說,當大陸群眾運動出現的時候, 我們是第一個支援點, 當你步步退,令到香港人都覺得, 相信共產黨是幻世不倒的時候, 第一,你怎樣有一個示範作用給國內的人呢, 第二,當國內的人都不理你自己搞了的時候, 你怎樣再叫香港人去支持大陸呢, 因為你的前提就不會變, 一做錯就跌倒, 如果用他們的理論, 就不要支持大陸的民民, 有機會了, 接著也不會, 要這樣說, 所以其實很簡單, 以前八九年的時候, 我們是被迫接受港英的統治, 所以共產黨是不可以直接鎮壓我們支援大陸的民運, 也不能夠鎮壓香港的民主運動, 如果沒有這個屏障, 我想問香港的民主派, 尤其是以民主黨為首, 可以自處, 就好像1989年4月27日的大遊行, 我們上街又不上街呢, 如果上街的時候, 我們用不使用現在你們指責我用的暴力, 跟香港警察推葬呢, 要走出去呢, 很簡單的道理, 他們是回答的, 是嗎? 是嗎? 很簡單的道理, 上個星期他們其實都好像搞過一些, 星期日在一個城大搞過一些, 類似說回… 那個經濟是嗎? 即是都可以說回… 不是… 那個是左翼翼翼搞的, 減經濟 當然他們好像都會搞一些, 類似一些比較論壇, 都會講到就是, 究竟現在… 現在香港局勢之下, 那個民主發展的前景會是怎樣, 那… 好像是上個禮拜, 不知道上個禮拜, 上一、兩個禮拜, 因為我沒有理會, 但是… 究竟其實, 如果你觀察整年的發展, 究竟有甚麼新的觀賊, 有甚麼新的動見, 特別, 你會見到其實, 國內那個影響, 對香港影響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覺得, 即是, 香港民主運動的空間, 究竟是, 究竟是, 只會越來越萎縮, 還是你覺得, 其實反而是一個, 即是, 絕處逢生的機會呢? 很簡單, 即是, 你看回, 有一個觀察就是, 李克強來香港, 你有幾個觀察, 第一個就是, 大陸的, 太子接班人, 習近平等於隱形, 這也是非常可笑的制度, 因為, 習近平其實, 在中共黨內, 當然有很多職務, 其中一個是,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 中共中央, 港澳工作小組的組長, 他召集, 這個當然是, 因為, 回歸之後, 港澳辦做事很差, 2003年, 即是, 50萬人上街, 還有幾萬, 劉兆佳, 即是, 即是, 又要強行推行23條, 支持勞動, 所以, 他們就搞了一個工作小組, 將港澳辦廢了, 其實, 就由他直接管, 很簡單, 現在, 在中共裏面, 管香港, 直接有權力管香港, 直接在香港的大陸人民, 幾乎突然失蹤, 甚麼事呢, 其實, 他可能少做少錯, 是不是, 好了, 到底, 李克強, 是他授命, 下來講話, 下來講話, 不是, 自己不出聲, 李克強, 自己出來講話, 大家, 不知道的, 這個儲君, 叫他管一個, 叫他管一個馬房, 好像, 好像, 孫悟空拔馬溫, 叫他, 說過, 沒有聲信, 不知道他講甚麼, 好了, 李克強, 因爲就絕左代跑, 簽越上主, 因爲就真是他叫他, 大家現在不知道, 很威勢, 這個, 曾偉紅, 承主這個勢, 根本就, 反客, 為主, 就是, 你曾做甚麼, 我不管, 我就是保住這個老闆, 所以, 說得好評, 他一定在大陸, 在香港就劣平如潮, 所以, 大家, 不用考來, 曾偉紅, 曾偉紅, 在北京, 好評如潮, 他仕途一定好, 真的, 很簡單, 你現在, 這個, 你知不聽李克強說甚麼, 各個, 輿論都說, 唉, 真是好, 雖然間, 關係是大些, 曾偉紅是衰些, 保護他, 保護到這樣, 累了他, 哥哥,你講甚麼, 如果他不同意, 你可以這樣保護他, 此其一也, 因爲他們是, 大陸的保安人員, 和香港的保安人員, 國安, 保, 李克強那些, 是和我們一起執法的, 或者是有交換意見的, 愛惟, 即是核心保護區, 裏面最麻糬的, 一定是他的人, 不用說了, 這個要合理, 好了, 問題就是, 李克強連續秉, 曾任權兩皇, 第一皇, 就說, 你要解決甚麼, 解決甚麼, 真是蠢, 你自己給香港的所謂禮物, 全部都是炒金融的, 要我們配合他去炒金融, 要我們配合他, 大陸財團來投資, 搞怪國市, 配合他們, 很簡單, 喂, 謝主隆恩, 真的好, 我們真的要抓住機遇, 你又在罵特區政府, 說他不解決深層矛盾, 說他那些政策單一, 只是靠地產炒金融, 然後我就送金融給你, 炒興他, 要, 要, 石禮一強的屁股, 真是好, 他給金融我們炒, 我們快點拿著機遇, 那你們說甚麼, 這些政客, 說甚麼, 這樣還未夠, 再新疆又炳, 曾任權一鑊, 又拿出來說, 說他幾天前跟你說的, 你有沒有做好甚麼, 曾任權半個屁股坐在那裏, 這樣插不忌, 突然講一句話, 真好笑, 他說,我收到了, 我知道了, 我現在叫金管局和政監會機構做事, 喂,過, 或者金融管理局, 喂, 假假地, 我雖然很不喜歡IMF, 國際防禦基金和World Bank那些規定, 假假地的政府是不可以控制, 他中央銀行行長, HKMA, 即是金融管理局, 即是我們法宰銀行, 即是我們中央銀行, 即是我們中央銀行的角色, 銀行的角色, 喂, 政監會又不可以這樣做, 只可以給directive, 不可以給instruction, 那你說甚麼, 在那裏, 全部都傻了, 謝主農恩, 那你一轉頭, 尤其是那群建制派, 那群混蛋聚衰, 一轉頭就說, 哎呀, 我們的民憤, 民困很厲害, 你老尾, 你不肯跟李克強說, 李副總你搞錯了, 他們這樣炒了, 一定會死, 李克強有甚麼做過呢, 我告訴你, 很簡單, 快結束了, 他搞團中央, 80年代, 念完那個博士應該86年, 在團那裏做事, 去到河南, 有甚麼政績, 叫他, 人家賣血, 叫他清查查不到, 蓋蓋子, 他上一手就叫他, 李長春就是, 中國十大容官之手, 和張德國互相揮影, 李長春就搞出事, 李克強就不敢揭發, 李長春就跑到遼寧, 幫他打個位, 開了個位, 李克強又等下去, 再過一會, 就破格, 未做過政治局委員, 都做過政治局常委, 就直升機上來, 阿哥, 經濟學博士不知怎騙回來, 怎麼搞阿哥, 我們現在全部的權貴, 包括一部份的民主派的人, 都說, 真是發達了, 李克強真是對我們好, 你說甚麼, 還未死得, 一定是在香港繼續, 令金融資本繼續發展, 金融資本在香港很簡單, 就是閣卡借錢給地產商買地, 叫我們班人去給Mortgage, 然後整個周轉裏面, 都是閣卡賺錢, 股票市場一樣, 你炒馬轉也好, 你怎樣也好, 一定經過去的, 你外資來一定是要, 用港幣投資的時候, 一定經過去的, 這個就是金融資本主義, 你這個李克強還在那裡說, 最荒謬就是, 我給債你做, 阿哥, 你不是有病的, 香港人不可以買美債, 不可以買歐債嗎, 你把人債很厲害嗎, 是不是, 如果這樣說, 全世界都要多謝美國佬, 真的好, 你給美債我, 是不是, 所以其實已經混亂了, 是不是, 你香港政客不敢反對, 我們一路現在為患以心的, 在一個小燕子選舉底下, 財團壟斷, 共產黨指揮的, 金融地產資本主, 令到我們基層受害, 令到整個社會受害, 令到整個社會受害, 你這麼想, 其次偏面反對, 民主黨說什麼, 說不到所有意見出來, 所以你覺得民主可以等, 你不知道, 再等了十年的痛苦嗎, 他只會說, 興建公屋, 復建居屋, 說完了, 初頭沒有興建公屋, 只是復建居屋, 是的, 那他2001年的時候, 贊成, 尤其是民主黨說的時候, 他又出聲, 又贊成, 領會你又贊成, 是不是, 所以我當時是沒得搞的, 民主黨的迅速, 游傾迅速, 他迅速放棄他以前的價值, 一些的價值, 以前民粹主義就說, 一定要照顧基層, 現在不是, 他變成, 他欠一個位, 其實我都有資格做特首, 我開始做執政, 因為我, 百分之九十以上,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政策, 和你差不多欠五個百分之, 就是殊途政策, 我可能, 找李克強, 給我們金融資本書, 可能好過你, 或者我的心好些, 找一百元, 都會給兩元, 給那班貧民, 反而, 好, 因為節目時間關係, 我知道, 因為柴摩都沒有出現這段時間, 所以, 其實都很多分享, 但, 未結束之前, 當然, 一定要多謝, 今天幫你做首語的嘉賓, 好久沒有見過, 謝謝, 還有, 你認識理解, 看香港政治, 我覺得, 一定要有一種病, 才知道, 個中究竟的, 那種病叫精神分裂, 如果你沒有精神分裂, 你就不知道, 不明白為何香港政治搞成這樣, 所以, 如果你要研究, 或者要理解香港政治的話, 你找幾個人, 找人懂得拉康, 法國的精神分析學, 是嗎? 這件事可以遲些再講, 我們節目時間到這裡, 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 每下星期五再見, 好,拜拜!